我的逼有频道正式突破15万订阅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哺女的因子在心中的时候 你就看到什么就会刻什么 你们是日久生情还是以见妆情类型的人吗 No 我就会立刻出击 让她就是成为我的领伴 黑粉他们就很爱就是乱想 无限上纲 你所讲的话 不理智的人他就会觉得 不行啊 你一定要表里如意 极所不欲物失于人啊 失足 你不想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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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你们辅社长妮妻 那好久不见了 因为呢 我最近就是二次确诊 拖了好像一个多月吧 然后才来录这个 其实上个月呢 我的BL频道正式突破15万订阅 这真的是还蛮值得恭喜的吧 因为其实以BL为主题的频道来讲的话 真的太不容易了 只能这么说 我觉得14万的时候跟15万 我的心境好像没有变太多 但是成长到15万的那一刻 瞬间还是看到会很感动 很雀跃的感觉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特别的 不知道下一次就是在庆祝20万会是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这个频道能不能达成 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时间点呢 很久也没有跟大家做QA了 其实这两年真的发生蛮多事情的 就是像我成立品牌 然后成立工作室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频道 就是日常的频道 之前一次QA应该10万订阅的时候吧 两年多了吧 其实这中间有蛮多历程 是大家在萤幕面前不会知道的 这边也请助理总结了一下最长文的问题 总共是20题 然后呢总共大概有四个大类 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前面六题就是BL、Vtuber、动脉相关 后面呢也会有个人生活 像Youtube上面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目标啊 后续的计划等等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那个QA 大家都问的蛮有深度的欸 是因为我现在有不同面向的身份 然后所以大家想问的问题 会比较不一样吗 初阶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第一支的QA影片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 大家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订阅我的 如果说你们就是还记得的话 不妨在下方就是留言跟我说一下 那如果说你们也是对就是这个频道呢 有很多好奇想要了解的 或是呢对我有什么样好奇的点的话呢 都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在开始影片之前呢 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我的副频道 然后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边都会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QA吧 先从BL、Vtuber、动脉相关的问题开始回答起 第一题是怎么样爱上BL的 我觉得我的喜好其实分蛮多种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兴趣而已 不管是看动漫啊看剧啊也好 以BL为起源来讲的话 真的是在以前那个时机点 我已经大量的看了非常多的言情小说 然后BL就是当初比较罕见的类型 现在我觉得性别是比较平衡一点的 但是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言情小说真的女生还是很脆弱的那种感觉 刚好BL的故事题材 有让我觉得别墅一格有一种很新颖的感觉 有一种很新颖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被它吸引 也许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笨读出一格的那种 那种罕见类型 它就会很吸引大家目光也不一定 第二个问题其实它紧接在后面就是 看了BL之后还会看言情吗 应该说我刚入府的时候因为身陷在BL 所以那时候的确就是没有什么在看言情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现在也不会去排斥 因为其实我现在连小说看小说的时间都很少了 像是那个《要动青春》啊 它其实也是BG相 但是我也是看的很喜欢 限制的太狭隘的话 人生少了蛮多乐趣 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人 女生俱来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第三个是 如果社长要在自己最爱的同人CP当中 选一对出来的话 你会选谁 以前我真的是课的超多对CP 像是银魂中的银土 家庭教师里面的Squaro跟Sanzas 然后还有Diel跟云雀 以前那个网球王子 肌部跟手肘 到近期 蓝色监狱的指令 像我以前喜欢Super Junior的时候 有刻过巴山来 就是西侧的那个利特 女的因子在心中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 就会刻什么 我觉得二十几年来 我还能坚持下来 然后时不时还是会想要翻文 然后看有没有新的量来看的话 真的是海贼王里面的所想 极推一下大家就是可以买一下这个双印最新的这个杂志 里面有非常多他们两个人的解析 真的是大推好不好 希望海贼王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它画完 但其实我对One Piece的结局我有一个猜想 鲁夫罗最后成为海贼王的话 就是把红土大地全部都打破 整个是龙尾一块 就是One Piece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的幻想啦 但不一定是真的对 我也提 因为跟我一样都是摩羯座 决定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会好好地把它画完 对他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你很喜欢猎人 那你可能都不知道盼不盼得到 那真的是蛮煎熬的一件事 第四个呢是PlayF当中是喜欢主推谁 PlayF它就是韩国的虚拟偶像团体 不知道PlayF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这支影片 因为我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剪辑师啊 然后那时候的助理推坑我 我才陷入这个坑里面 真的是被韩诺牙的声音拔住不放 coverage真的是一直都会在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然后逐渐的我就开始有在看一些企业片 逐渐的连直播也会追 然后周边也会买 所以我的主推很明显就是韩诺牙 我觉得韩诺牙的歌声真的 必须要上保险真的就是 第一首真的大推的就是诺牙的参数式 然后PlayF的团体的歌曲都很好听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蛮能打的 就是实力扛得住 对 第五个的话就是目前首推或持续 在追的心翻 只要还没有完结的话 我其实都有在追耶 像我刚刚讲的害贼嘛 然后蓝色监狱也一直有在追 还有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有执念 可是他真的超级不红的 境界触发者 动画都播了哦 还是蛮不红的 怎么会这么好看的一部作品 但是就都没有红呢 现在2024的夏天正在热播的 我现在目前看了三部 就是什么第七王子 防风少年 然后还有怪兽八号 可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怪兽八号 迫不及待 我已经把漫画追到 大概三分之二的剧情了 里面每一个人物我都很喜欢 正义 然后对于守护很有信念热血 那种真的是太懒了 然后防风反而是帅哥一字排开 真的美貌盛开 可是他的剧情真的让我觉得 的确已经有很多他的粉丝 但是我必须要说 对我来讲是有点太中二了一点 所以其实我个人就是看着跳着看着跳着这样子 也许我看到一些乐趣之后 我也会想要看一下就是补一下那个漫画的剧情 第六题的话 诶这个就不是动漫相关了 他是问人生中的韩剧前三名 涮牙式第一名的话呢绝对是信号 我还在等他的第二季 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很像狼来了 第二季要来了 第二季要来了 结果已经等十年了 不知道啦 但是我觉得第一季就已经够神了 信号他是穿越 然后他跟时空的交解有关系 然后是一个推理悬疑的办案新证据 然后第二部呢人生必推的呢就是 机智的医生生活 我觉得第一季真的是很巅峰 他每一集的议题有点不一样 那第二季他是步调比较慢一点 CP有圆满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 每个医生他们的科别 发生的事情 然后遇到的病患 所带出来的寓意 看的面相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有不同的题目 机智的那个系列的话呢 机智的监狱生活也很喜欢 第三部是三茶花开始 呃女主角是孔孝珍 oh me 他也就是悬疑 然后里面的小插曲都还蛮有趣的 他算是我近年来看到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看恋爱剧 可是却让我觉得其他的故事跟他的恋爱故事有一起并肩的感觉 这几部都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再来的话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下问题 现在有另一半吗 会想要交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交往过几任 没有想到大家对我的感情生活这么的感兴趣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就是都一直奉献给工作 我也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现在是并没有另外一半 我以前是交过三任男朋友 还没有交过女朋友这样子 我记得我应该不是第一次在镜头面前或是在影片的时候说 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真的不是女生喜欢的类型 男生好像也不喜欢 男生好像会觉得我太女强人了一点 我没有被女生追求过 坦白说 我觉得我是不抗拒个女生 但是我不会去主动想要追求一个女生 就是男女都可以 这个是可能我想要反问大家 就是你们是日久生情还是以见钟情类型的人呢 因为我以前的三任啊都是一见钟情 我不会让整个时机弄到就是什么 我们变得超熟的朋友 你知道我就会立刻出击 然后让他就是成为我的领范 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就是 如果相处舒服 然后从朋友然后逐渐的变成是 就是自己一半的那种感觉的话 也许会更长久 这是我不知道啦 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的确我真的是蛮想讲男女 越南有的 好像在冲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分享 还蛮好的 开放就是报名男女朋友好不好 试着攻略一下我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啊 理想型 所以他一定要有自己比较独立 然后属于自己的事业 或是在忙的工作 就有些人他会希望五时五刻 黏在一起 或是他觉得这个人 他百分之九十的心力 都要在自己身上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比例来讲的话 我希望他可能可以放五十 在我身上就好了 然后或是四十 爱情他就是一个调味品 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譬如说我不喜欢幼稚的 黏下小狗狗的那种幼稚的话 好像也蛮可爱的 调味身心还好 但如果你是无敌驱闹的话 我真的会一巴掌跟他呼下去 就是真的是不行 理想型的话就是 要有自我思考能力 心思有一个专注的领悟 不能不成熟啦 就是不能幼稚 啊对啦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必须要是 乐观正向 不要每天给我 忧愁寡欢 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跟这种人相处 就算是朋友也没办法 人生一直那种很丧的那种感觉 理想的状态就是 他是我的开心果 他是可以逗我笑 对未来是好的盼望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呢 至少正向的陪伴也可以 对 再来就是想知道我的MBTI 这MBTI也好多人问 之前在测试 ENTJ就是指挥官 然后现在已经维持两三个月以上的话是 ESTJ 我剪辑师跟我讲我才知道 就是我居然跟那个 GINX里面的小公 他是同一个MBTI 为了目标 然后会想尽办法一切加成的 我自己也不讨厌这种个性 因为毕竟当你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话 下面的人或是公司的人 他要怎么样威一个准轴 然后去做事情 但是我对于生活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那种强迫症 而且坦白说 我真的觉得我是蛮E的 因为我是E70几% 譬如说像我坐健身车 如果那一天状况还不错 我就一定会跟司机聊天 或是我在坐电梯 然后突然看到那个人包包有一个很特别的视频 然后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搭话 别人以为这个起头是直销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real的无恶意好不好 然后第四个是 关于今日的TMI 今天吃了一个很特别的汉堡 其实是开在我们家附近 每一次经过他都是大排餐 今天终于有时间吃他了 我其实是不吃生菜啦 不喜欢汉堡里面的那些生菜 但是他很强的是他里面有酸黄瓜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那样子 然后也有番茄也有生菜 蛮厉害的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未来还会再去买它 关于我可能会让你很意外的point 这个这个是很久以前流行的 那个吧 我是一个没办法喝咖啡的人 不是说完全不能喝咖啡 可是因为我一喝咖啡 我晚上真的不用睡 你看我什么vogue 然后飘飘亮亮 然后在那边摸咖啡 都不是很有意境吗 我就每次都很想要成为那只的女孩 但是 我的身体没办法承受 而且我喝可不可红茶 那时候真的是当晚睡不着 很多小豆腐呢就私讯跟我说 他们家的那个红茶好像咖啡印比较重一点 然后我还遇过一个就是非常铁齿的咖啡厅的老板 他们好像是专产咖啡豆的 我进去他们那间店的时候呢 因为我没有点咖啡 然后那老板就说 你怎么不试试看我们家的咖啡呢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 如果你喝真的好的咖啡豆的话 他反而还会助眠 叫我不要用这种错误的观念 他就端了两杯咖啡 他是送我喝的 但其实我喝是没有问题啊 我也觉得很好喝 我的问题是在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的问题 结果晚上就是睡着 有些人是建议我要不要试着 就是中午之前喝喝看 嗯好像可以试试看的 再试试看 对 接下来就是关于YouTuber的频道的问题 怎么样契机是让你决定成为YouTuber的 其实我那时候在金融业上班的时候 我就觉得工作职场很无聊 那我以前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很喜欢写文章啊 然后是写一些 嗯 资讯文之类的 那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选择部落格 也都有接一些合作案 可是其实大家看完文章 你就根本就会忘记 到底你看的是谁写的文章 虽然我很喜欢就是别人跟我讲说 啊我的文章有帮助到他 就是这个是我的成就感来源 但是 蛤?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让人家认识我 当你开始在做一个未知的领域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已经很多人做本了 但没关系我就是还是很想做 我就做了 其实我在那边犹豫了两三年 然后到最后搞组织也有一些状况 什么离开就不会造成 任何一个team的负担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人 就是很多契机造成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曾经有想要停掉频道的念头吗 其实到现在还是一直有 知道我会不会讲的太直接 就是这个主题 他变现能力一定会比起他频道还要来的低 我觉得是行业类别带来的 呃本身的问题 书本身他在这个时代的变迁来讲的话 购买这本来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都用手机平板在看东西 那家里的储物空间都有限他 其实不一定会买实体书 一个频道他可能可以有 业配上面的收入 然后也有观看上面的收入 可是这个频道是连观看收入都有可能被影响 因为黄标然后他又没有什么业配的收入的时候呢 那再怎么样热爱这个圈子 然后为爱发电的话呢 他都有一个极限 你还是要吃饭吧 你还是要养员工吧 他的商业模式要更加努力的去做开发 去做接轨才行 不断的转里面的一些小心态 曾经有没有想要停掉频道的念头 开始更新到现在了 我没有停更过三周以上 大家可以去看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更新 不是遇到问题就不做 这个这个不是一个解答 而是你要怎么样去克服 所以可以多多发案给我 只要希望小豆腐呢 就有影片然后都可以 按赞分享然后留言 我们所盼望的其实也就只有这三个 关于读者跟观众朋友的支持跟喜欢 昨天晚上也有收到一个副频道的观众 然后在我的IG私讯我就说 因为他要带妈妈去北海道 看了我很多影片 然后觉得收获很多 看到这些东西啊 真的真的就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动力 第三个是当YouTube的缺点跟优点是什么 觉得以前跟现在的改变很大吗 深受最大的影响跟变化应该是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口直心快的人 我并没有under table下面底下弯弯绕绕 还没有讲出去的话没有 当然黑粉他们就很爱就是乱想 欸你明明就在讲A哦 可是他就会觉得没有你就是在按指无限上纲 你所讲的话 自从呢我都觉得他们脑补的时间跟空间 能不能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好吗 假设是说一个烂话好了 就是可能作者可能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这样 他就会说 这一篇一定在喊你什么什么东西 那大家是不是有这么觉得还是只有我这么觉得 他就会开始在网路上PO 起头是一定都会这样 那样子的个性跟那样子的人生跟那样子的思考 方向好累 有时候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你 关掉摄影机我还是我啊 他是在公众人物的时候 他的确是要有公众人物的样子 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理解 假设我的本名是陈晓明好了 你不能要求陈晓明的状态 还是会跟你跟你一起一模一样吧 不理智的人啊他就会觉得不行啊 你一定要表里如意 那你们有做到就是你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吗 那你干嘛要求一个就是跟你根本就没有那么熟的人 这样子做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施足 觉得以前到现在改变很大吗 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因为开了工作室 一开始在切换的时候我有点切换不过来的 有时候创作者他必须要有这种灵活灵线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今天其实你也是一个老板 你要在这个两个的身份上面找到那个平衡点 我个人觉得一开始有点难 好再来是时间管理大法 当了老板很多事情要忙怎么分配的 第一个一定是要把你现在目前上面所有周期性要做的事情 booking然后预留下来 假设说你每个礼拜三都要去跳舞 确认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是可以自己安排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两个不同的东西 形式令 然后跟笔记本 你如果目标设定完之后你就会开始设定月目标 你的月目标在那边的话那你就是把它分解成四个礼拜 把你这四个礼拜比较重要性的东西给抓出来 就不会偏提太多 所以我都是会先把大方向大目标给建立 可以设立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分门别类的归类在这四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个笔记本是要干嘛的呢 因为我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不然有一些灵感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上去 我就不会错过那时候我花的时间 然后我的灵感就不会不见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在六日的时间 我一定会找一天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会预留起来给排例下个礼拜我要做的to do list 不要去花时间去细想 譬如说你接到一个专案好了 哦这个专案可能要在第三个礼拜一定要完成 那我可能就会先把它写在第二个礼拜一定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可能要完成这个专案了 因为我脑容量真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很细微的东西的话我可能是当天或是前一天晚上 突然之间有接收到的时候 我可能在写在我的to do list的app上面 to do list的这个app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琐碎事情的排程 譬如说要去哪边拿一个东西 然后哪边拿一个包裹什么 所以就会用这个app每天去编排一下 以上就是推荐给大家就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时间管理方法 会开箱新的工作室吗 会真心了吗 会排已经正在整理了 空间比较大一点了 也会弄的比较好看一点给大家 真人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最近有在找那个远端的社群小编 希望在下半年可以有一个新气象给大家 最后面是关于目标跟计划性的问题 第一个是近期觉得很困难或困扰的事 跟今年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觉得做电商它并不是我擅长的事情 然后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说他会花我这么多的心力 那因为我都是那种既然事情都已经做了 如果你是在一个很两难的阶段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去设一个最糟糕的停损点 当你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哦OK就是最烂就是这样了 其他的时间就是努力的去冲 我会努力到最后就算我放弃了我也无话可说 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 全天下没有人比我更努力了 最后如果结果不如预期的话 那其实我也觉得论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白走一趟的 就是他就是一个经历 但体验不一定都是好的体验 做了之后你才知道他到底会被你归类在哪一个的体验 当中我也很感谢我身边有非常多人 在我很崩溃的时候 有hold住我蛮多情绪 都会觉得啊那就是一个缘分 现在讲的很缥缈 但是那些人一定知道我在讲他们 然后今年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就是如果今年的业绩 营业额目标全部都达成的话 其实我很想要带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度国 一起去员工旅游 当然当然也是要努力就是达成 呃才可以享受这个收获 呃有没有想要考虑跟什么youtuber合作 我觉得主要是看主题跟题材 我没有特别一定想要跟哪一个youtuber合作 但是我想要访许光汉 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 以后有什么访谈的交集吗 我知道但是就是我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 频道未来会想要挑战或是考虑加入什么样新内容吗 有我们下半年的组组跟方向会有些微的内容上面的调整 大家应该会渐渐的有感受 都是好的都是围绕在我们这个主题上 最后一个是说 有没有举办粉丝见面会或是直播的活动 直播活动其实一直没有很规律说一个月礼拜几会 还不是什么实况主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还蛮想要见皮的 下半年或是明年还蛮想要试试看的东西 粉丝见面会应该是没有啦 因为可能有更好的时候才会跟大家见面吧 年底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办一个比较小心一点的 真的是可以聊一下天的 那也谢谢你们大家看完就是今天的就是15万QA的部分 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这次问的问题都还蛮艰森的欸 没有那么轻松对 那如果说你们看完算是很厉害的 真的是有爱我 可以跟我留言讲一下你们有看到最后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好不好OK 那希望大家今天看的开心看的喜欢 那也不要忘了呢帮我订阅按赞然后再加分享咯 好那我是Niki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